这收割下来的稻梗也能当作乡土教育的火教材 台中神钢西州社区就有近百公顷的稻田 最近适逢二期稻做收割之后 就剩下了不少的稻梗 为了让这稻梗是更具有教育寓意 社区这一天就动员志工 举办了一场捆稻草跟堆草服的活动 邀请到达人现场示范教学 一张不少没有接触过的家长跟学童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赛开始加油 比赛开始加油声此起彼落 和趣味竞赛的时代巨轮类似 但不同的是神钢西州社区这天玩的 是用塞干的稻草梗所捆绑出来的稻草堆 要看看谁推的又快又远 让他从体验里面去学习 然后知道说历历皆辛苦 真的是从 也就像我们教育里面学说的过中学 台中神钢社区是典型的农村聚落 有近百公顷的稻田 最近二期稻座收割 剩下不少塞干的稻梗 为此社区就腾出一些稻梗当作乡土教学 把滚稻梗和叠草服这种农村工作设计成游戏 一方面让学童见识体验 一方面也让家长回味童年 除了打坐堆绳 避免炒太冷 玩大考人的游戏都是小时候的东西 然后现在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现在比较少玩这种东西 然后觉得说参加这个游戏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重温一下二十舅梦 你还先扎一圆 这又第二圆第三圆 我多多分啦 大多分的就扎一圆 扎好 这又扎多多圆一圆 这又扎一圆百 这又贴第二圆的也多百 看你多多分啦 大分就扎一圆 小分就扎到四百 农村的老记忆 透过社区动员 再次呈现在大家面前 把它体验当作是认识农村的开端 社区表示未来打算 替这些老农夫开班授课 让过去农村的稻草手工艺 能被保留下来 记者立贾大钟扎到